为了彰显多元学习特色学生的学习成果 联络亲师生感情 民意国小7月1号举办了108学年第四届社团成果及学生才艺发表会 共有18个动态社团表演及16个社团的静态作品展示 现场学生们热情洋溢活力示射 一日上午天气依旧晴朗炎热 而为在花莲市区的民意国小 操场传来正正的乐器演奏声 108学年第四届社团成果及学生才艺发表会 在一日上午揭开序幕 共有18个动态社团表演及16个静态社团作品 带来精彩的学习成果展示 学生大方自信的演出 让人惊艳 展现民意国小 以学生为本位 培育学生一人一役 一生一专长的用心 我们有开办50几种的社团 那么学生的学习呢 就需要有让他有展现的机会 所以我们提供这样的舞台 学生的学习 已经不是局限在只有知识 每一个孩子生来就是不一样 那也许他是需要动态的 也许他是需要静态的 那所以呢 学校能够提供多元的社团的学习呢 是我们教育的目的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展现的舞台呢 让孩子去发现自己的潜能 以及发现自己的兴趣 现场动态社团除了有管乐 直笛等音乐社团 还有儿童舞蹈 芭蕾舞等舞蹈社团 带来动感演出 另外还有3D列印 雷射切割作品展示 创意手工艺 文学发表 以及创意绘画等 宛如小行同乐会 期盼透过社团多元式性学习活动 开拓及丰富童年生活 提高孩子自信心 激发学习潜能 让他们能更积极面对 未来的学习与挑战 记者讲方言 华林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